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主要讲述一下我们松树的画法 松树的形态比较特别 用于树发情感的一种主要树种 是传统山水画里面作为景物主要标志的一种树 松树我们先把树干完成掉 松树它没有树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可以挺拔一些 也可以弯曲一些 它最大的区别是 是它的枝叶 好了松树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要注意 树干部分 尤其是树顶部分 我们习惯性还是从点状分布再加以连接完善 画大的松树的话 树皮 树干部分 树皮部分 它像龙林一样 像鱼林一样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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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注意观察的朋友应该知道 松树的皮跟其他的皮不一样 重点讲述一下我们的松树 松树的叶子称为叫松树 它像树一样 那在大自然中 那个品种很多 我们这里呢 或者我个人习惯 在作品中常用的松树是这样的画法 这个松树 它的枝叶是半圆形 放射形 像一把扇子打开的扇子 我们绘画那个传统山水画的朋友呢 一定要注意平时多观察自然界的各种植物 每种植物 它可以用不同的笔法 不同的末色 来将它体现在你的作品中 我们在这一节当中讲到我们松树的画法呢 在传统绘画方面 或者是在前人的 历代前人的作品中 比较常见的 或者用来习惯性的 表达思想和景物 接近抒情的 我前面都讲过啊 我们画东西 不一定要画得多像 但是 一个成功的作品 你不像 没关系 像不像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神有没有 你不像 但很有神 也是一幅经典的作品 中树它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要单独的拿出来说一下 配一棵 简单的树 为什么我们也这样 专门的说一下松树的问题 因为它的表现手法非常不一样 而且在许多作品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树 可以说在我们传统 山水画的 很多优秀作品中 都少不了松树的影子 我们和这样的松树这一块 作为一个简单的案例 来说一下 简单的树 把地面给显示一下 我们松树 这一节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